各位網友大家好,這一節跟大家講5.2%的GDP增長率有沒有人相信, 前幾天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瑞士的白玉斯論壇發表演講, 他提到2023年中國GDP增長率達到5.2%, 超出了原計劃的5%成績亮麗,這個數據一出, 馬上海內外輿論可以說是一片嘩言, 為什麼這樣說呢,因為我自己去看,一看他說5.2%的增長率, 我就想起了異故的李克強總理的一段說話, 他說國家統計局的GDP增長率我是不相信的, 我只看三個數字,一個是全年的發電量, 一個是鐵路公路的運貨量,還有一個是銀行的貸款額度, 如果這三個數據都是增長的, 變成GDP的增長率,國家統計局公佈出來的數據, 跟這三個數據的增長是吻合的,我就相信, 大概就是這樣說法,後來這個模式被稱之為李克強經濟學, 我作為這個曾經做過全國政協委員, 對他李克強這一番的論斷, 都覺得是有根有據的,是實事求是的, 現在李克強總理說2023年中國GDP增長5.2% 這個是一個論點,我要看看他下面的論據, 剛剛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23年國民經濟詳細的各項數據, 你這個不看就由自可,一看就把鬼火, 為什麼這樣說呢? 有些數據你可以看一看, 中國的經濟增長裏面, 一般人說投資,出口,消費, 但是這三台馬車裏面,根本上都是已經立落下來, 有些簡直是說是死火, 我不去講他一件事, 我只是講給員王, 中國裏面的經濟的三大板塊, 一個就是民企, 民營企業裏面佔了國民財稅收入的50%, GDP的60%,科技創新的70%, 就業承載的80%, 以及新增企業的90%, 這個稱之為5,6,7,8,9, 在這三年疫情封城清零的過程當中, 民營企業現在受到重創, 再加上各種政策的合成貿易, 大家都知道民營企業是倒了一大片的, 所以就反映在失業率那裏, 國家統計局去年的7月, 公佈說16歲到24歲的青年失業率是21.3%, 結果就被北京大學的教授讀穿, 他們所掌握的數據, 其實青年失業率是去到46.5%, 這個數據令到海內內的感覺震驚, 青年失業率去到這麽高, 青年失業率包括了那些應屆, 上一屆,前幾屆的大學畢業生, 說明了不少大學生, 畢業就是失業, 所以如果你說去年經濟的增長率, 是達到5.2%的時候, 你說有什麽理由失業率會這麽嚴重呢, 反過來失業率這麽嚴重的話, 就證明了經濟的增長是5.2%, 依據何來呢,何況7月之後, 8、9、10、11、12這幾個月, 國家統計局就再不敢公佈青年失業率, 當然嚴重到很難拿出來見人, 然後你才不去公佈, 所以你說民營企業這個領域, 對GDP增長的貢獻, 由此可見一斑, 民營企業當中很重要的一個主力軍, 就是房地產的發展商, 大家知道在去年2023年裏面, 領頭的中國恆大, 碧桂園那些陸續都爆雷, 恆大那裏面負債率去到2.5萬億元人民幣, 另外中籍集團, 所謂最大的資產管理, 民營企業裏面爆雷, 負債率去到3.74萬億元人民幣, 在這樣的時候, 這些房地產又爆雷, 那些所謂的金融機構又爆雷, 的情況下, 你的經濟增長的原導力, 從何而來, 反映到房地產裏面, 國家統計局自己公佈的, 在去年, 2023年, 全國70個一線城市, 大中城市, 二手房的價格裏面, 對比前年, 2022年, 是全面下跌的, 70個城市的二手房的價格裏面, 是沒有一個城市是上升的, 全部都是下跌的, 並且, 這個要拋售二手房的數字, 越來越厲害, 洶湧澎湃, 你比如說, 這個杭州拋售二手房的數字, 在2023年的12月統計, 是達到25萬套, 重慶就排第二位, 拋售二手房, 這個去估貨的, 是21萬套, 有價沒有市, 儘管那個價格裏面, 一直都低下來也好, 變成有人賣, 沒有人買, 沒有人接貨, 好了, 還有一個說, 你的經濟如果增長的話, 按道理商品價格, 消費物價指數, 或者批發物價指數, 即是CPI, PPI那些, 應該是, 合理地上升才對的, 但是結果, 這個CPI, 消費物價指數, 在去年2023年, 只是所謂的增長了百分之零點二, 多數個月份都是, 還比是負數的, 好了, 這個就證明了什麼呢, 證明了通貨收縮, 那你既然, 那個CPI的增長, 只是少得可憐, 要有百分之零點二, 又如何配得起, GDP的增長百分之五點二呢, 這件事裡面, 又是令人摸不著頭腦的, 再來一個數據, 大家知道, 中國那個經濟的三大板塊, 一個是民企, 一個是國企, 央企那些, 還有第三個是什麼, 是外資企業, 但是外資企業, 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, 這個來説就是FDI, 在那個2021年的時候來説, 2021年, 外國對中國的FDI, 外資直接投資, 數字是高達3440億美元, 好了,去到2022年, 就跌了一大剪, 就變得只剩一千八百億美元, 好了,去年, 去年, 2023年, 全年的CPI, 竟然跌到了史無前例, 少得可憐的, 一百五十億美元, 你想想, 對比上一個年度, 是跌了九成以上, 對比這個, 這個就是, 2021年, 三千四百四十億美元, 那你去年, 2023年, 外資的, 對中國的直接投資, 這個, FDI, 得貴一百五十億美元, 那你說, 那個所謂的五點二的增長率, 又從何而來呢, 所以, 曾經被我們, 國家經濟領域的那些領導人, 所引用數字的, 美國有一個是盈利性的, 諮詢機構, 研究機構, 榮鼎, 榮鼎, 這個榮鼎研究所裏面, 他認為, 是, 2023年, 中國的經濟, GDP的增長, 並非李強所說的百分之五點二, 充其量, 充其量是百分之一點五, 百分之一點五, 就有些合理成分, 而很多疑慮說, 如果真是算起真實的狀況, 你去那些豬三角, 東莞, 深圳那些去看看, 對比一下的時候, 實際的GDP的增長, 是負數都有可能, 這個和國家統計公佈的, 國務院總理李強所說的, 2023年, 中國的GDP增長百分之五點二, 和中國民間人士, 那些老百姓, 他所感受到的, 自己的親身經歷的事情, 那個接觸裡面, 他們真是不知道這百分之五點二, 就從何說起, 從何而來, 所以, 我們就希望, 經濟那個狀況, 有他自己的客觀規律, 是不以人的主觀, 以致為主義的, 所以在這裡是需要一種叫做, 對經濟的數據, 反應是有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, 經濟數據差, 沒有問題, 最重要是你要面對現實, 去對證下約, 這樣裡面, 堅持正確的, 改正錯誤的, 你就會好起來, 如果你靠一種, 這個叫做報喜不報憂的, 造假的這個行為, 那個數字好像弄得很好看, 但實際上, 跟現實是很大的一個落差, 跟民間的感受裡面, 是差天同地的時候, 你變成政府的公信力, 就會受到衝擊和破壞, 會跌落一個塔西圖陷阱, 什麼塔西圖陷阱呢, 就是一個政府, 在人民失目當中, 失去公信力的時候, 他做壞事, 講壞事, 固然是做壞事, 講壞事, 但是如果他有事, 就算做對的事, 講一些好聽的, 好的說話都好, 人家都當他是做壞事, 和講壞事, 這個叫做塔西圖陷阱, 就說人民對政府的公信力, 失去信心, 失去信任的時候, 就會有這樣的, 所謂塔西圖陷阱出現, 我覺得, 上面都應該要思考一下, 你是不是已經跌落了塔西圖陷阱, 如果是的話, 怎樣去擺脫出來, 其實也都在中國, 在這個, 內部輿論界裡面來說, 也都有一些清醒人士, 比如財新雜誌, 一個多月前發表那篇, 呼籲回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, 那個文章結果被封殺, 你強調你自己共產黨所標榜的, 實事求是的文章, 都被認為是異端邪說, 加以封殺, 你說, 總會這樣對實事求是, 那麼害怕, 反映了是一種怎樣的陰暗的心態, 和實際的社會狀況, 大家可以去思考, 總之, 我們是希望我們的國家好, 但是國家好, 是在做好的基礎上, 我們才可以去講好, 唱好,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話, 強行去唱好它, 甚至動用強力部門, 出來禁止人家說負面的東西, 揭露黑暗的東西, 反映新實的數據, 你這樣做, 根本無際於是, 而且會老巧反傳, 多謝各位。